美國把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打成了超級背靠背 那俄羅斯有的時候 真的是 跟你玩狠的 他沒有在跟你讓的 那尤其普丁現在游刃有餘 他現在要訪問哪裡呢 他即將要訪問 像是北韓還有越南等等的 然後他女兒呢 最近也蠻強勁的 來看到兩個漂亮女兒 就是他的小女兒跟大女兒 他們有參加俄羅斯的論壇 然後大女兒的部分 他參加的是 要確保軍工企業技術主權的會議 然後其實他也有相關的發言 小女兒參加的是 生物多樣性創新的小組發言 我們看看他大女兒是怎麼說的 那你怎麼看 他女兒現在也出來了 我覺得他們因為孩子培養的好 又傑出又能幹 對 都是專業的 對 都是專業的人士 那麼他們開始參與更多的一些活動 然後對於公共事務的活動 還有這一些 國家的機構 企業的活動也越來越參與 我覺得這個對於普丁來講 是有加分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他們本身的專業性 對 他不是說什麼靠霸什麼的 對 他們不是靠霸主 他們本身的學歷顯赫 對 然後亮眼 長得也很漂亮 大美女來著 而且那個專業性 理性 我覺得這個對於 這個普丁來說的話 就是你看我的孩子 我雖然那麼忙 我是一個從政的人 我政務事情那麼忙 我的孩子培養也都是 中規中矩的 然後呢 都有他們的一個專業的領域 然後都表現得很亮眼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對於普丁來說的話 看起來他也是不排斥 不排斥 也不禁止他的小孩 參與這些公共事務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最主要還在哪裡呢 他跟那個拜登的孩子不一樣 拜登的孩子怎麼搬出檯面 對 因為拜登的孩子 例如說有涉嫌吸毒 然後有 擁槍 對 還有很多的 那個琴瑟的 對 太多了 那也就是說這個天地之別 你看那個普丁的孩子 培養成這樣子端莊大方 有專業知識 有專業領域 那麼成為企業事業的領導人 然後另外一個拜登的小孩 卻這樣子的一個 搞很多的特權 然後利用他爸爸的關係 然後在外面搞清臉山 這個真的是差別很大 不過講到這裡又讓我們想起 英國的皇室那個查理的孩子 也會搞了很多的 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出來 等等的 當然那是他們的家務事 不過這些政治人物的第二代 有的培養好 有的培養真的是不堪入幕 那不堪入幕 就代表這個爸爸基本上來講 對孩子教育徹底是失敗的嘛 那另外一個爸爸 對孩子教育確實成功的 那這點可能也會讓很多的 他的國民 例如說美國的公民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總統的 這個怎麼 還是不要出來好了 怎麼孩子教育都成為這個樣子 然後人家普丁的孩子教育都 都這樣子端莊大方 然後理性 然後有專業 那怎麼我們的 國家領導人的孩子 教育成這個樣子 不是吸毒就搞色情 就是搞情色 就是哎呀就怎麼都是搞特權 然後呢透過爸爸的關係 去弄把國家的形象 門面都毀壞了 對 所以拜登敢秀他的兒子嗎 出來可能是減分吧 那最近都有那些涉案的問題 現在被告了 對啊 然後他還說 有啦他最近回答他兒子的問題 就是說他真的有涉案的話 我不會特色 這都是負面的啊 對不對 你每講一個就是共和黨 設一個陷阱給你跳 好 那你看普丁現在游刃有餘 又要出訪 然後呢他把核潛艇開到古巴 天啊這是大殺招 因為呢他是核潛艇 然後來到了哈瓦納 然後12號到17號要靠國 然後重點是呢 他其實還可以呢 來看核潛艇 喀山號他滿水量 1.38萬噸 然後呢其實重點是 他還可以發射什麼呢 告石 傳送中的告石超高音速飛彈 然後另外一個上降號呢 他其實也已經攜帶了告石 到了古巴的首都哈瓦納 哈瓦納距離美國佛州 180公里而已 所以呢共和黨的議員 盧比歐好緊張啊 說啊他的俄羅斯核潛艇 30年來沒有攜帶核武的 在迦勒比海了 然後指控呢 俄軍到古巴威脅了美國國家安全 叫拜登你要做一些事情啦 不能這樣子啦 呃拜登怎麼做 拜登難道去把俄羅斯打掉 怎麼敢 或是叫俄羅斯不准進來 那跟古巴的合作跟你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盧比歐你講的是空話廢話 沒有意義的話 因為拜登做不到嘛 拜登也沒有能力這樣做嘛 他也沒有權力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普丁會問一個問題 你的核武器有沒有放在德國 有啊 意大利 土耳其 而且你現在還想把它再往前移動 你要放在波蘭了 對 然後在 普丁會再問第二個問題 你的軍艦跟戰略轟炸機 有沒有在波羅的海舉行軍演最近 常常啊 有啊 那你都有在這個地方舉行軍演 你的核武器也都堆放在我 這個俄國的家門口 那我 到你家門口 來去到你家後院啦 來去走一走有什麼不對啊 你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啊 那我來了就是影響到你的國家安全 那你到我家裡來 就不影響我的國家安全啦 這豈有磁力嘛 那你在陸邊你腦袋是不是燒壞了 好那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古巴說 俄羅斯沒有帶核彈頭 他的核動力潛艦沒帶核彈頭 問題就在於 您認為美國會信嗎 我認為美國不信 因為他無從查核 說你的核動力潛艦沒帶核彈頭 可是你剛剛又提到了這個 靠時說超高音速打彈 讓美國人很害怕 他為什麼很害怕 是因為他可以裝核彈頭 而普丁在前一段時間的 戰術核演習 核戰術武器的演習 就是把核彈頭跟他的載體 把它裝在一起了 過去一般來講 這些核武大國為了避免誤會 避免危機 通常在短程跟中程的彈道導彈 都是把彈頭跟載體是分開的 只有戰略武器 因為洲際彈道導彈飛得比較久嘛 所以那個地方他們會裝在一起 可是一般來說的話 對於戰術性的核武器通常是分開 那也就是要裝是需要一個過程 需要時間 可是在這一次俄羅斯就告訴你 我的演習就已經把它裝在一起了 那這樣的一個推動的過程中 請問一下 美國怎麼會認為 你的這個核動力潛艦 沒有裝這個具有核彈頭的 這些中程的彈道導彈 就像靠時一樣 那這些很難攔解 而且一定可以打到美國的本土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 你認為美國難道沒有壓力嗎 有 我倒覺得壓力好大 可是問題就在於是你先惹人家的 人家現在到你家來 哪一天俄國突發奇想 我們是不是也要請中國一起來 說不一定哪一天 中國的這些艦隊 核動力潛艦就浩浩浩的 也在加勒比海舉行軍演了 那最終也在那個地方 建立停泊的基地也說不一定 好 美國現在很緊盯著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真的亮出大殺器 也就是核動力潛艇 他們最強的大殺器 黑科技來到了美國的後院了 可是是到古巴去了 6月11號的時候 俄羅斯國防部說 我們一艘核潛艇 喀山號跟一艘護衛艦等等的 遠程打擊演習就在哪裡 大西洋海域對600多公里外的敵方海軍 進行了模擬遠程打擊 那派出誰呢 包括了這個喀山號等等 喀山號其實他重點是可以放的是 告實飛彈超高音速飛彈 另外還有一個上將號 他其實也可以放的是告實飛彈 這個事情美國緊張了 所以大篇幅報導 還有美國軍事專家怎麼說呢 一起聽看看 對啊 因為你允許 這個烏克蘭可以去打俄羅斯本土的話 那你不就是讓俄羅斯也亮出大殺器了 對 其實美國的國防的最高的指導原則 就是他可以阻絕敵人 從海面跟空中來 對美國本土的打擊 對 所以美國本土是神聖不可侵犯 對 你知道美國的這個二次大戰以後戰略 就是他整個國防設想就是這樣 所以他都怎麼樣 他都把他的防線推到國外去了 戰爭往外推 對 他推到國外了 他基本上他第一道藍阻線 從太平洋來的就在第一島鏈 對 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他不會讓你 他的本土是不可供給的 那在大西洋這邊也是一樣 他在北約搞的這個歐洲一團亂 也就是說從歐洲來對我的威脅 我讓你歐洲自己自顧不暇 然後北約也可以防止 把在歐洲大陸上的這些怎麼講 這些敵人在北約 就用北約的這些防禦系統 就把你對美國的空中來的空氣 就擋掉了 所以這支美國國防就是這樣 兩大洋 基本上讓你不和越雷池一步 而且呢 空中海上我都可以把你擋在外面 這就是美國的國防 然後北邊是加拿大根本並貓一隻 南邊墨西哥天天給你 搞得你墨西哥 這個根本就站不起來 然後整個美洲 門羅主義都讓你怎麼樣 這個整個美洲 除了美國一隻獨秀以外 其他國家都不對美國構成威脅 這就是美國防衛最大的一個 基本的核心思想 那美國什麼時候被打破 二次大戰的時候 為什麼美國一定要把日本毀滅 日本事實上已經有辦法 攻擊到美國西岸 那時候美國是採取什麼方法 你知道 那時候Oregon已經被日本的軍艦 已經打過去了 日本美國什麼 美國封鎖消息 美國根本不讓 因為日本也不知道打到沒有 然後美國也不敢動搖他的民心 所以這件事情就壓住不放 那真正美國的國防 真正這個神話 被誰打破 你知道 911嗎 911 對啊 美國從本土被攻擊 而且造成重大傷亡 所以你看美國 幾乎花了20年時間 全世界打這個賓拉登 一定要把這個恐怖主義 這個根源給他消除 這是因為這是美國核心安全 那現在俄羅斯說實話 我們在上個世紀 美就冷戰的時候 俄羅斯曾經有古巴飛彈危機 那時候美國發現 俄羅斯把這個飛彈 拉到古巴 在航行的中間 就拉到古巴 結果那個時候 這個美國的甘乃基總統 就跟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賀魯曉夫談判 對不對 最後雙方協議就說 好你不部署 可是呢 你部署在 土耳其的美國的飛彈基地也撤出 對 那可是這個過程中 美國媒體又玩了一招 就是說他沒有提土耳其的問題 就是說最後賀魯曉夫怎麼樣 最後認慫把飛彈撤回了 全世界都認為是賀魯曉夫認慫 其實美國也把他在這個 土耳其的飛彈也撤回了 可是就這樣子 文宣戰美國打贏了 賀魯曉夫回去後就被清川了 對 所以就是說 多年之後才解密的 解密了 可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就是 沒有任何武器系統 那個威脅他本土 那所以就是說現在來講的話 能夠威脅美國本土的話 就是中國的東風導彈系統 東風-41 俄羅斯的這個核導彈 那這一次我看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 對俄羅斯來講 要威脅美國本土是比較 尤其東岸部分 南部的部分 真的俄羅斯還是有地利之變 中國比較難 中國只能對西部 這個太平岸 因為你如果要到加勒比 你要走下面的這個 巴拿馬運河 要不然你要走這個 這個南美洲一直上來 非常的遠 從北邊你也不方便 俄羅斯從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波羅的海艦隊 他基本上就長驅之路下來 是 對所以他很方便 那這個雖然說他 這個好 這一架 這個卡三號 一萬三千噸 對 拜託啊 我們講055大區 也不過一萬一千噸 那還是水面艦艇 他水下艦艇就一萬三千噸 你說載這些東西你相信嗎 而且他有什麼核動力 核動力的意思就是 無限續航力 俄羅斯的大殺器 過去兩年最大一個 除了他的靠石的 這個超高運算 還有一個大殺器 這個叫什麼 叫奧塞東 喔 那個不得了 核魚雷 核魚雷 在水下的 請問一下 他這個 卡三號 你知道他有沒有帶核魚雷 有沒有帶這個 奧塞東 他當然不會承認 當然也不會告訴你 可是他在今天 在古巴軍港一停下來 距離美國 這個Florida 180公里 對不對 那個也是在水底下 飛過去的話 也是幾分鐘就到了 那對美國來講 所以美國事實上 就是說 美國玩別人玩久了 遲早被人家玩到腦袋上 俄羅斯基本上就是說 俄羅斯策略 現在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不管是這個 這個普丁本人 還有普丁的這個 這個盟友 梅德維杰弗 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也可以軍援美國敵人 就跟你 就跟你軍援俄羅斯一樣 美國現在 俄羅斯現在就四個目標 很清楚嘛 古巴 委內瑞拉 北韓 還有誰呢 還有最近他又要去越南 這些都是俄羅斯過去的小兄弟 蘇聯的小兄弟 蘇聯的小兄弟 俄羅斯對他們講一句話 跺一跺腳 這幾個國家還是怎麼樣 還是不敢 該立正還是不敢首席的 該站起來還是不敢坐下來的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是 不是只說不戀 俄羅斯最厲害就變成就 他言行一致 這四艘戰艦 是這個冷戰結束以後 第一次 那原因很簡單 就是你烏克蘭搞得我 搞得我 搞得我 非要用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就我們中文化講 以其人之道 你美國怎麼玩我 我現在用 用同樣你玩我發火 我玩你 你說做得到做不到 俄羅斯有這個實力 對啊 所以這個也對美國來講 我覺得一大警訊 所以美國有800多個海外基地 可是它本土受攻擊的時候 請問它800個基地有什麼鳥用 對 就完全都沒有用了嘛 你那800基地是去怎麼樣 去攻擊別人 現在人家核潛艇開到你家門口 你那800基地有什麼用 是 對不對 有一天中國的核潛艇 就在你加州外海 180公里 突然冒起出來 那你美國 在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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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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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基地 對 菲律賓的蘇比克灣 有什麼鳥用 對不對 所以 美國的弱點還是很多的 它如果繼續玩下去 俄羅斯是有這個實力 中國也是有這個實力的 對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底氣 那你美國常常以為說什麼 我去打你啊 遏制你啊 威責你啊等等 但是你不要逼到 這個俄羅斯亮劍 因為俄羅斯亮劍 大使說了 是言行一致 不像你拜登啊 嘴巴說什麼保衛臺灣 馬上又被國務院打臉 人家他是言行一致的 我怎麼做就怎麼做 而且呢 他是真的就秀出來 我們呢 還本來想說 我們曾經上上好多個禮拜討論說 古巴危機又來了嗎 2.0來了 真的就來了 而且就在這個禮拜發生 核動力潛艇開到你這邊去 距離你佛州 180公里真的太近了 然後美國趕快派啊 驅逐艦啊 聲納船啊 這些進行跟蹤 其實加拿大也來 小老弟也來了 趕快去徵搜 擔心啊 你呢 真的來 距離美國好近好近 所以呢 拉夫羅夫其實也講了 你都有在吵這些什麼中島啦 威責啦 你既然是說對大陸 那如果是往北一點 日本部呢 那我們也會採取核子的威責 然後呢 他也講說 北約如果被我們莫斯科 用核武攻擊的話 美國人你也會袖手旁觀而已啦 然後另外再講 我們對付你的話 會比對付這個廣島跟長期的炸彈威力 大到三到四倍 你們真的 美國不會來幫你啦 梅德韋傑夫說 我們也可以去軍援 美國的敵人 所以呢 美國真的是頭很大啦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 補充益生菌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株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效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錄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對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下集中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右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